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一个平衡点 周四的时候宣布全盘破裂 那么到周五的时候仍然如此 最终欧洲是决定在下礼拜一下午五点的时刻 召开关于希腊议题的全球在欧洲最重要的叫做紧急峰会 如果礼拜一的时刻最终他们决定就让希腊破产的话 希腊的问题就到此为止 接着我们就来看欧元区能不能够挺住 希腊情况有多严重 希腊其实自己人对希腊也没有信心 光是从6月15号到6月17号三天之内 银行就被领走了20亿欧元 希腊银行面临完全是挤兑 而且要倒闭的局面 另外一个即使欧洲决定在注资希腊银行 可能也没有办法防止希腊银行破产 目前为止希腊已经 它的银行业接受了欧洲的注资已经两回了 那么他们的看法是现在由于希腊的企业 根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经济衰退加深了很多不良贷款的损失 所以希腊银行业在过去两年获得了两度的益助 可能需要第三度的资金投入 那么第三度的资金会不会投入 这也是一个大问号 那么IMF的总裁拉扎德 我们接着来看国际怎么样对希腊表态 因为大家都看出来 他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还有的财政部部长 玩的就是赛剧游戏 谁胆小 在这个时刻里头 没有欧洲认为自己应该胆小 其实是IMF的总裁拉扎德 拉扎德算是比较同情希腊 目前所面临的很多经济衰退的问题 他甚至曾经说 可能某个程度我们需要考虑债务的截灭 但是他显然也被希腊总理 他们认为他像赌徒一样的态度给激怒了 他们说他的行为应该像一个大人 IMF的总裁拉扎德在本周说了重话 希腊月底不还钱 就是违约 没有宽限期 因为他本来6月5号就应该还的钱 到月底没有还钱 那么就是违约 没有宽限期 这是IMF已经正式说出来的话 而拉扎德也说国际债权人和希腊政府谈判的时候 他希望希腊的代表能够像一个大人一样来谈判 而梅克尔的部分呢 梅克尔大多数时刻他的谈话不太清楚 大多数是由他的副手出来发言 梅克尔的副手说 德国与希腊政府谈判会进行到最后一分钟 田提示希腊必须准备实施改革 而希腊呢 今年已经让投资人损失了多少钱 所以到下礼拜一 大家必须做一个决定 已经损失了8970亿美元 比西班牙 葡萄牙 爱尔兰基准股指的市值总和加起来还要更多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希腊 已经给国际带来的灾难 国际对他的不满 某个程度来说 人民觉得再下去恐怕也受不了 那么希腊自己怕不怕呢 我们来看一下希腊总理怎么说话 他被指责应该像个大人一样 事实上也是在民粹主义的鼓励之下 他当选了希腊的总理 而且告诉他们 我们这样可以让德国退让 希腊的总理在这个时刻 他很强烈的对国内的人民说 将近代战权人认清现实 所以还有点都不怕 他说我等待你下礼拜一开会的结果 让你们认清现实 我希腊就是在这个情况到此为止 拉加德说 就是IMF的总裁 拉加尔说 你如果月底没有还钱 我就把你视为违约 希腊总理的回答是 IMF是让希腊落入 今日局面的罪犯 希腊完全没有考虑到 自己的养老金制度 是否可以持续 也没有考虑到 他当年所加入欧元区之前 所交出来的经济成长率 是一个作假的 他的预算赤字也都是 他没有 他就直接说 落入今天的局面 IMF就是罪犯 而齐布拉斯也谴责欧洲央行 是以财政窒息的策略 逼迫希腊 那么欧洲央行的总裁 德拉吉很客气地回答 他说 求是在你手中 骂人不能够解决问题 目前为止呢 整个希腊总理 跟希腊的执政党 很清楚知道 他们的底线就是在养老金 因为他如果在养老金的 议题里头让步的话 很可能他的政府 也将面临倒台的情况 全球今年的经济 到现在为止下半年 有两个最大的隐忧 第一个隐忧就是希腊 第二个隐忧就是 我们跟他在上个上一集节目里头 谈到的中国的动荡股市 我们都会在这一集的文献世界 全主报为大家纷纷来讨论 首先我们先来看希腊摊牌这件事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会议 欧元区财长6月18号 在卢森堡集会 但在这希腊最最逼近违约的紧急时刻 奇迹仍然没有出现 希腊和国际债群人的态度 依旧辛辣尖刻 双方都没有让步 会议仅持续了一个小时 变告中断 不消说 盖阁换现金协议继续难产 近醋的眉头 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说 现在发球权在希腊手中 最后机会 称重的字眼 像是要敲响希腊的丧中 这个地中海小国距离破产的大线 只剩一个多星期 6月30号 希腊就面临第一道难关 偿还国际货币基金 IMF总额16亿欧元的贷款 雅典政府17号已经坦诚 没有钱可以还债 IMF总裁拉加德则说的明白 不会给予希腊宽限期 在18号会议破局后 欧盟主席塔斯克立即号召欧元区国家领袖 2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 以最高政治层级 紧急讨论希腊局势 倘若双方无法消弭旗舰 债权人不释出目前冻结的 72亿欧元纾困金 7月一告 希腊将正式违约破产 届时可能不只是退出欧元区 连欧盟汇集 恐怕都难保 除了警告希腊将陷入 无可控制的危机 希腊央行必预言 届时希腊可能会陷入 新一轮的衰退 多数分析师也认为 破产将开启希腊的大灾难 随着希腊一步步逼近破产 首当其冲的便是希腊的金融业 希腊存款户本周就提走 约20亿欧元 单单17号一天 更创纪录提领的10亿欧元 毫无疑问 破产将使希腊银行业 陷入全面危机 18号的财长会议 希腊财长发出不平之名 表示亚电政府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 债权人却置之不理 并说过去五年 希腊已做出巨大的调整 如今希腊不会接受 削减最弱势民众的退休金 并调高已经居高不下的税率等措施 但债权人坚持 希腊必须提出更具可信度的方案 并落实包括减少退休金支出等 一连串的经济改革 早在财长会议开始前 希腊和债权人互放冷箭 接近撕破脸的地步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16号至国会 对左派联盟的议员发表演说 把目前为一代的局势 一股脑拳怪到债权人头上 说他们盲目坚持希腊再缩减福利 是刻意羞辱希腊 并谴责欧洲央行和欧盟 不肯解免希腊的债务 但实际上呢 希腊的银行近日还能勉强营运 几乎完全靠欧洲央行的紧急融资 齐普拉斯还指控IMF是罪犯 对目前希腊的痛楚 负有刑事责任 IMF总裁拉加德 在欧元财长会议会后记者会上 以一种安静的姿态 结实地予以回击 我们只能够到一个认证 如果有谈论 而现在我们短论 所以我的观点是 在我的观点是 在座房间中央行和养人的谈论 债权人几乎百名指责齐普拉斯撒谎 从未认真进行协商 他走偏锋 把希腊带到灾难边缘的做法 也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 几次在公开场合 总是亲切拉着齐普拉斯 谈笑丰盛的欧盟指委会主席荣克 在亲身体验了 齐普拉斯反反复复 前功后继的手法后 也忍不住变脸 直言他对希腊政府毫不同情 他悲鸣的是希腊老百姓 更怪罪希腊政府误导选民 欧盟执委会前主席巴洛索也公开指责 真正缺乏责任感的是希腊政府 纽约客报道 希腊总理和财长的谈判手法 似乎是以希腊违约的威胁作为筹码 就像是一个威胁轻生的人 却要求赎金一停止自我了断 但金融市场至今异常冷静 周四谈判破裂 欧洲主要市场却多以上涨作收 亚丁股市则连连重挫 四天累计跌幅达17% 周四更触及三年低点 伊尔艾朗认为 比起2012年智慧希腊退出 对欧元区整体的威胁大减 但也有一些分析师 担心扩散风险 雷曼兄弟事件的经验显示 危机往往来得又快又急 后果难以预料 虽然金融市场的反应 至今并未失控 彭博社统计 希腊这一出肥皂剧 今年以来已造成 欧股投资人 8970亿美元的损失 如果希腊倒下 兔鹰极可能放眼 寻找下一张倒下的固牌 欧元区的共主 德国总理梅克尔 仍不愿放弃最本希望 表示仍有可能达成协议 美国前财长桑莫斯呼吁 谈判双方各退一步 五年来一直载幅载臣 靠着疏困经 勉强撑到现在的希腊 不曾如此接近违约倒债 危机能避免吗